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今的亲属说我肯熟地的时候 你一听 你有没有听出东西来呢 记住他是要熟地而已 但按照犹太人的规则来讲话 你光熟地是不行的 你还会怎么使人的后裔存留名字 还有让他后裔可以成绩产业的 那这样做的话也跟着要做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呢 你要娶人家做老婆啊 死人的妻子都老婆了 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地方 神给波瓦斯有聪明智慧 因为他对神的条例搞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们看在处理公开熟地的史上 波瓦斯顺从神的立法条例 这非常重要的 看来波瓦斯好像失去熟地的机会 但神是给波瓦斯有聪明智慧 他提出来买熟地是一项权利 同时有义务在身 所以波瓦斯提醒那个人说 有一件好事在瞪着你呀 什么是好事呢 他没有把那当作坏事呢 他说这个好事哦 你从拿你手中买这地的时候 也当取你死人的妻子路德 把他取当作你的趋势 使死人在产业上能够存留他的名 所以你还有一个好处啊 这么好处你可以讨路德为契约 我们看买独鼠地有责任 要为以利敏热的家族的利后代指示 日后可以继承土地的产业 也就是取路德为妻生子 据述不是取拿尔米 因为拿尔米已经太年纪大了 他不可能再生孩子了 所以来讲的话 就只有怎么呢 他的儿媳妇可以 生下儿子呢 名混上属于拿尔米 日后让他能够完成继承产业 才不让 才不会让怎么呢 以利米勒跟马伦 还有呢跟纪念名字在宗族里面被涂抹掉 那人 假如那人业力取路德为契 路德是人人公认的才德兼具 又有美德的妇女 那算是一件美事 所以你看法师在这里提醒他 还有一件美事你忘掉了 你怎么供俗帝啊 你要俗人啊 有没有呢 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看 买俗地图就兼顾 宽护死人家族的名混跟产业了 但请记住 这是要付出不少代价了 你买之外来讲 到这个产业要归给 归给生存的男孩子 你舍得吗 你舍得吗 你这样做一个好处 免得忽有的人 在死人的土地上 占尽穷人的便宜 所以来讲以后 生的孩子是归到他那个下面 不是在你的名下 要弄清楚哦 所以你看上帝的条例规则 具有三重保障 第一个 保护寡妇的幸福 第二 保护宗族家族的名混跟遗留产业 第三 保护穷华人的未来盼望 保护人他买 他土地依赖越多 这就变成不公平的事情了 在应许地当中 应许地不可以有这种事情发生 所以神所施的立法条例 你看 有权利也有义务 这样来讲的话 穷人被照顾到 富人也应该行义做他事情 我们看 在权利跟义务两相权衡之下 日后以路德所生的儿子 除了继承死人 已留的产业 那人也必须分自己的产业 给怎么样呢 未来的指示继承哦 他一想 哇 那这还不划算呢 还不划算呢 因为我家里有产业 到时候我还要分一些出来 给这个什么 以后指示 给他继承 那我就亏损了 你看 一个人会惊打细算的人 就感到会有亏损了 所以他怎么说呢 很可惜 对他来讲很可惜 因为那人都公开说 这样我就不能赎地了 恐怕我的产业有障碍 你可以赎我当赎的 我不能赎了 一个赎地还要赎人呢 还要赎人 那人就公开放弃 买赎的优先情 在众人跟十位长老的 面前的见证下 虽然买赎 拿明明下了土地的权利 还有正式公开 怎么样呢 转给了波阿斯了 你说妙不妙 耶华赐负给敬畏他 顺托他的人 也成全了 你看 波阿斯给路德的承诺 跟他的爱的一定 思而复得 归让人感觉 更加珍惜 更感恩 这是个好消息 是 这是第九个美好消息 你同意吗 我们说过了 会年期有十个好消息出现 这是第九个 总算怎么办 波阿斯能够公开 合华 合情合理的 赎弟跟赎人 阿里路 我们把荣耀给给神 我们来思想 凡是敬畏神 顺乎神 仰望神 等候神 信靠神的人 在所行的事上 必不至羞愧 神按照自己的美意 成就一切的美事 求主让我们行事 为人 都要怎么样呢 要讨神的喜业 上帝祝福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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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